Hello,大家好,我是翼王,這次我們來上手體驗一下,這個厲害了 最新的5G移動網絡 在今年的6月初,工信部真是像電信、移動、聯通以及廣電 這4家發放了5G的商用牌照 宣告著國內測試了半年的新一代移動網絡終於要開始轉入實用化了 不過因為目前支持5G的手機等中端設備暫時還買不到 大家無法自己親身體驗,於是就出現了很多的疑問 比如5G網絡的速度到底有多快,基站的覆蓋情況如何 而網上現在關於5G的信息五花八門很難確定哪個真哪個假也沒法自己驗證 所以我們這一次不光是去到了位於廣東聯通總部大樓下面的5G體驗點實際試玩 還到了聯通廣州分公司和他們的工程師大佬進行了深入潛出的交流探討 嘗試給大家多挖一點可靠的信息回來 那麼首先還是來體驗一下5G網絡的速度實際感受一下和4G的差異吧 這次我們去到的是位於廣州聯通星時空廣場的營業廳 這裡實際已經建立了對外開放的5G試驗點 大家不需要申請也可以直接進來試玩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來自華為、小米、OPPO、努比亞等多個品牌的5G手機 全部都已經接入到了5G網絡內,方便大家體驗 而這次我們使用的5G體驗設備是華為的Mate 20X手機的5G版本 它也是國內第一台獲得入網許可的5G手機 5G版的Mate 20X和已經在售的普通4G版在外觀上沒有太大區別 請忽略不知道為什麼爆了的玻璃 僅在背後多了一個5G的字樣 上面還是那個熟悉的慾霸攝像頭模組 Mate 20X5G版採用的機帶是華為自家的巴龍5000 這是一款使用7nm工藝製造 支持從2G到5G多模還支持4G和5G網絡雙卡雙待的機帶 而且同時兼容NSA及SA兩種組網方式 關於組網的問題我們後面會講 不過我們通過系統信息以及網絡檢測軟件都只查到一串案編碼 沒有確認到巴龍機帶實際長什麼樣 畢竟現場的聯通工作人員太多了 手機拆起來就不是很方便 我們進行對比測試時是用的同一台機器同一張上網卡 僅僅是到設置裡面切換模式 所以網絡性能不會受到機器配置差異的影響 而且我們就在聯通營業廳的裡面信號都是全程保持滿格的 就好像在網上看電視劇時第一件事情都是跳過片頭曲一樣 第一個測試項目果然是來跑一下最基本的speedtest 連接到距離最近的服務器進行網速測試 可以看到現在的4G網絡最大下載帶寬在100Mbps左右 而新一代的5G網絡實際下載帶寬超過了700Mbps 是我們工作室的300Mbps寬帶的兩倍還要多 上傳帶寬也達到了4G網絡的兩倍 同時網絡延遲還低了5毫秒 要注意這裡的網速單位是Mbps 兆比特每秒 我們平常用的有線寬帶也是這個單位 換算到電腦上面用的兆字節每秒Mbps的話 還要再處理一個8 再加上還有MB和MIB的差異 總之經過一堆囉嗦的換算之後 大概相當於Windows裡面90Mbps的下載速度 也就是說容量為24Gbps的吃雞客戶端 只需要不到5分鐘就能完成下載 當然這還要看服務器那頭是否能提供這麼快的速度 所以我們也進行了遊戲下載的測試 通過華為自帶的軟件商店進行王者榮耀手遊的下載 使用5G網絡的話只需要41秒就可以完成2Gbps的客戶端下載 而4G這邊 呃,而4G這邊 呃,我們再等一下 而4G這邊則需要差不多兩分半鐘才能完成下載 大約是3.5倍的耗時 如果你每天都被隊友氣得重新安裝一次遊戲的話 使用最新的5G網絡一年就可以省下37,595秒 那就是大約10個小時 足夠看一次完整的摸接三部曲了 另外在開始正式的測試之前 我們也將手機上的全部旧軟件進行了更新 實際的下載速度已經超過了手機安裝軟件的速度 看來華為軟件商店的服務器還是比較給力的 還有大家最關心的百度雲盤的下載速度 我們也實際進行了測試啊 不好意思5G這邊忘記登輪會員了 咳咳 5G這邊的最大下載速度可以達到30MB每秒左右 還是比4G要快不少的 這裡就和自來水的情況類似 即使你家裡面的水龍頭和水管買的比較粗大 還是要水庫那邊的放水量足夠才行 另外要注意的是 這個只是我相機拍出來的視頻素材 大家就不用浪費時間去收編號了 另外在5G網絡下除了水管變出了以外 還降低了網絡的延遲 也就是提高了響應的速度 當你的手機按下一個按鈕之後 服務器知道這件事情需要的時間更短了 我們也實際進行了遊戲的測試 首先就是剛才下載好的《王者榮耀》 這個遊戲有自帶延遲測試 4G網絡下到機站的延遲在25-30毫秒左右 而5G網絡下則只有17毫秒 差異還是相當明顯的 而在實際的遊戲中這個差距就更大了 4G網絡下的延遲可以達到90毫秒以上 你按下技能鍵 服務器那邊要在90毫秒之後才能幫你放出來 5G網絡則穩定在60毫秒左右足足快了有30毫秒 使用5G網絡的話 對面打野從草叢裡面跳出來的時候 你也能儘快反應過來閃現逃跑保命 然後我們還測試了另外一個同樣對延遲有要求的遊戲 吃雞的手遊版和平精英 落地後4G網絡的延遲在50毫秒左右 而5G則降低到了40毫秒 這樣你在被對手秒了之後就可以馬上確認到自己輸了 並盡快開始下一局 理想中5G最低的延遲是低於1毫秒 當然肯定還是要受到這個物理法則的限制 比如廣州到上海的距離大約是1400公里 來回就是2800 即使是速度最快的30萬公里每秒的光緒號 來回也要差不多9毫秒這樣 但是如果服務器在相同程式的話 就可以實現超低的延遲了 使得很多對反應速度要求比較高的遠程任務可以達成 比如這幾年開始興起的雲電腦和雲遊戲服務 在實際測試中5G網絡的延遲就只有4G的一半左右 雖然這裡標的應該只是網絡間的延遲 實際操作還是能明顯感覺到畫面有之後 估計系統處理和畫面傳輸回來還需要花費時間 但是距離只需要帶一台手機來運行客戶端 在外面也能使用到高性能PC的日子似乎不遠了 以及我們還測試了使用5G網絡來進行高清直播 因為手機上一下子沒有找到比較好用的直播軟體 最後只能將5G網絡通過USB接口共享給電腦 電腦再通過採集卡將相機的高清畫面採集回來 然後發送到服務器上進行直播 雖然在這套方案中USB共享反倒成為了瓶頸 並沒有發揮出5G網絡80Mbps上傳帶寬的優勢 但我們也實現了5000馬率的直播 和我們平時在工作室裡面通過有線寬帶進行的直播是相同的設置 傳輸出去的畫面質量也比我們直接使用4G網絡加手機APP的方案要強很多 在6月份的2019世界移動大會上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就展示了通過5G網絡來傳輸8K超高清畫面 現在圓剛等品牌已經推出了手機也可以使用的採集卡 隨著手機應用的改進 日後即使是普通人也很容易實現戶外的高質量直播 類似的方案還可以搭載到重工車上 在運輸病人的途中身在醫院內的醫生就可以通過高清的遠程直播畫面 很方便地進行病情判斷和應急治療的指揮 提高病人的生存率 在今年的早些時候 廣州就已經實現了廣東省內的首例5G遠程超聲波診斷 醫生在60公里外的地方就可以完成整個診斷過程 雖然一眼看上去似乎有一點脫褲子放屁 但考慮到雙方都可以在移動中進行 醫生這邊甚至有可能掏出手機就能完成 這中間節省的時間是真的能救命的 不過看到這裡,估計有觀眾會問 你說的這個5G網絡這麼好,什麼時候能用上呢? 還有網上說的這個5G網絡的理論下行帶寬 不是說可以達到4G的100倍200倍 上到10G20G的嗎? 怎麼這裡連1GVPS都達不到呢? 那麼在看完5G網絡的演示之後 就需要來介紹一下現在5G網絡的建設情況和難點了 說到5G建設,大家首先想到的應該還是基站 不過在安裝基站之前其實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 5G網絡的標準本身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完成最終的制定 就好像3G時代還有HSPA再多個家 4G時代有LTE ADVANCE再多個PRO一樣 5G這邊也是分成幾個版本逐步推進的 5G的幾個要求之中的超高可靠低延時通信 還有海量機器連接還要到R16版本裡面來進一步的完善 而初版的R15標準其實也分了三個階段 最後一個階段還要到今年第三季度才算是制定完成 我也不想念這麼多奇怪而啰嗦的術語 但是它這個東西就是這麼麻煩 不過好在現在的基站比較智能 可以先裝上去再做調整 所以標準遲一點完成也不影響5G的建設 而手機這邊基帶的可調整性就要差一點了 所以大家看到很多手機都推出了5G版本的樣機 但是還沒有正式上市 然後就好像是家裡面的無線路由器 不是買回來超商店就行 還需要接了寬帶才能上網一樣 基站之間其實還是要靠有線網絡進行連接的 我們就嘗試過兩台手機同時進行測速 帶寬確實是被分攤了 決定5G手機上網速度的除了基站這個大號路由器以外 還有中間的核心網絡 比較完美的組網方式就是5G基站配上新一代的超高速5G核心網絡 也就是傳說中的SA組網 但是要對整個城市的核心網絡進行改造的話 耗時和成本都是巨大的 所以5G的R15標準允許將核心網絡和基站分開來進行分佈的建設 可以先將新的5G基站加裝到原有的4G核心網絡上 讓4G基站和5G基站協同工作 也就是所謂的NSA組網 等到5G核心網絡建設完成之後再將基站的模式切換過來 5G的初期國內較多的程式應該還是會使用NSA組網的方式 其實在美國電子電器工程師學會的網站上面也可以看到 傳說中的20Gbps網速是需要非常非常理想的情況下才能達到的 5G網絡初期的網速標準並不是按照峰值速度來定的 而是在信號最差的地方,也就是下線也要保證有100Mbps的下載速度 這個也是前面測出來的當前4G網絡的上線 不過大家也不用灰心,目前國內對於5G建設的投入力度是非常大的 安裝的5G基站基本上都是按照業內最高標準 之前工信部也宣布了,從明年的1月1日起 5G手機必須要支持SA模式才能獲得入網許可 沒有入網許可這台手機就不能在國內合法的銷售 可以感覺到國家對於完成SA網絡部署的決心還是很大的 明年1月1日之前買到的只支持SA網絡的手機以後應該還是可以繼續使用的 但是從長遠來看,還是買支持SA網絡的手機會比較方便 另外5G核心網絡建設完成之後,還可以將4G的基站再接進來 這樣舊款的手機也有機會獲得速度提升 所以這個核心網絡的升級還是比較值的 另外說到基站就不得不提一下覆蓋的問題,也不知道是誰規定的 電磁波的頻率越高,波長就越短,繞過障礙物的能力就越差 碰上東西之後信號就會減弱 也就是說單個基站的實際覆蓋範圍也會更小 於是就需要更多的基站才能達到以前的效果 國內三架運營商目前使用的頻段都是低於6GHz的 對比4G時代其實並沒有提高很多 所以需要的基站數量也沒有傳說中的那麼誇張 實際大約是4G時代的1.5-2倍 單個基站的覆蓋範圍還是OK的 我們實際從體驗點的營業廳走出來 一直走到外面的公交站 5G信號依然是不錯的,速度也能達到700Mbps 到我們這次體驗的時間點為止 連同在廣州已經完成了3000多個基站和配套設備的部署 珠江星城、廣州塔、上下九步行街、北京路等地標性建築已經基本覆蓋了 最後就是很多人關心的自費問題 其實實話說這反倒是我最不擔心的一個 因為我自己是從2G時代的5元30兆套餐用過來的 一路經過3G時代到4G時代 每單位流量的自費是一直在下降的 到了這兩年,聯同還聯合了B站、騰訊等公司合作推出了2233卡、大網卡等看到爽套餐 雖然目前具體的5G流量自費還沒有出來 但是從我們了解到的消息來看 每GB的價格應該是會低於4G的 那麼又到了這個總結時間 在這次的體驗中我們測試了新一代的5G網絡在多種應用場景下的實際表現 整體的效果確實讓人印象深刻 在5G網絡下也可以實現很多之前做不到或者做不好的應用 同時我們也了解到 5G網絡的建設還有很多困難,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完成 不過畢竟我們是外號基建狂魔的國家,這種小問題應該有辦法解決的吧 就好像高速公路完善後,我們在網上購物可以實現隔日達、次日達甚至當日達 外出到別的城市也更容易了 這些都是實際進入到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便利 更不要提在工作生產方面的幫助 我相信5G網絡這一條新一代的信息高速公路也可以給我們的生活帶來改變 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覺得這個影片有用或者有趣的話 不要忘記點贊和評論支持一下 以及記得點一下訂閱 這樣你就可以看到更多新鮮有趣的數碼資訊和稿基技巧 那麼下次再見,我是翼王,掰掰